歡迎收聽星期二得到英國新聞報導 今天是11月4號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波仔 在此首先歡迎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和Patreon頻道 月費贊助我們 第一則新聞 俄羅斯主英國大使 接受英國傳媒訪問時 堅稱英國海軍特種部隊 有份參與黑海艦隊 被無人機襲擊事件 他透露俄羅斯政府 已經向英國駐俄羅斯大使 提交了相關證據 那些資料很快就會被公開 他又說 襲擊事件為英國深度介入俄烏戰士 響起了警號 再次否認俄羅斯 會在俄烏戰爭中使用核武 或者戰略性核武 另外俄羅斯早前又指控穆克蘭 計劃在戰爭中使用康裝彈 國際原子能機構就說已經派出專家 去到烏克蘭三個地點進行檢查 沒有發現有核子活動的跡象 也沒有證據顯示 烏克蘭正是製造或計劃使用康裝彈 下177文 七國集團外長召開會議 商討應對俄烏戰爭 以及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 英國外長其贊名也有出席 七國集團外長星期四 齊集在德國明斯特開會 應對俄烏戰爭和能源危機 是其中的焦點議題 東道主德國外長貝爾伯克就說 不能夠接受俄羅斯總統普京入侵烏克蘭 和企圖瓦解國際社會團結的策略取得成功 強調不可以讓俄羅斯問題的錯誤再次發生 會議也有討論中國在全世界日益俱振的影響力 以及北京近期針對台灣加強施壓的舉動 七國集團成員 尤其是日本 都對中國近年偵察上的轉變表示關注 德國外長貝爾伯克就說 中國已經由共同解決國際議題的合作夥伴 變成維護國際秩序的競爭對手 有美國官員透露 七國集團成員將會就來自中國的投資 以及應對台海緊張局勢進一步協調政策 下一則新聞 英國城市紐卡蘇的市議會 今週三一致通過動議 終止與中國山西省城市太原姐妹城市關係 發起這個動議的是 英國自由民主黨人溫迪泰勒 她批評中國政權侵害新疆維吾爾族的人權 她覺得這些可怕的侵害 令紐卡蘇不能再與中國保持關係 動議又批評中國共產黨政權的行為 反覆顯示了她 無意奉行我們所守護的普世價值 和遵守國際社會的行為準則 紐卡蘇市議會 早前收到港人組織 《紐卡蘇 stands with Hong Kong》的呼籲 要求終止與太原的姐妹城市關係 而這個其實是全球發起的 與中國脫勾行動的其中一環 最近幾個月 全球有十幾個海外港人組織 共同發起 斷絕中共姐妹城市關係行動 賦予全球163個城市響應 追擊中共極權主義的滲透 而紐卡蘇在這場運動發起以來 首個終止這種姐妹城市關係的城市 紐卡蘇和中國工業城市太原 之間的姐妹關係 在1985年當時建立 太原市在過去幾十年以來 多次派出代表團到訪紐卡蘇 以太原市截至2022年 已經與12個外國城市 締結了所謂的姐妹城市關係 除了紐卡蘇之外 還包括美國的納森維爾 以及澳洲的朗塞斯頓等等 紐卡蘇一直強調自己是作為庇護之城的地位 說自己有推動人權進步 以及與受壓迫者團結在一起的驕傲歷史 提出這個脫離姐妹城市動議的議員就說 有一些關於中國的討論 是圍繞新疆集中營涉及強姦 強制絕育甚至器官摘取 我只是覺得當他們實施這種可怕侵害時 我們實在不能與這樣的國家保持這種關係 英國工黨的影子內閣成員 簡百恩就說 紐卡蘇市議會與中國人民並沒有過節 但會與中國大陸、香港、澳門 推動民主的人士團結一致 我們正在為紐卡蘇覺得理所當然的權利在奮鬥 但我們永遠不應該忘記 我們所擁有的這些權利 亦由前人奮鬥而得來 我們是其他人奮鬥的受益者 而我相信我們有道德責任進行回報 就是通過與今天這些正在為人權 和民主奮鬥的人團結在一起 中共一直被指控在新疆興建所謂的再教育營 拘禁了過百萬穆斯林維吾爾人 而聯合國在今年九月調查也發現 找到可靠證據在新疆的虐待行為 有可能構成反人類罪 不過中共就否認在新疆有任何侵害人權的行為 聲稱對維吾爾人進行大規模絕育的指控 是毫無根據 有關強迫勞動的指控就是無中身有 下一則新聞 英國保安國務大臣董勤達 星期二在國會發言時 重新英國首相辛偉成 在今年七月競選時承諾 已關閉全英國所有孔子學院 他說辛偉成認為孔子學院 對英國不少大學的自由構成威脅 會研究關閉他們 現時全英國有三十一間孔子學院 其中蘇格蘭有五間 根據《泰晤士報》報道 蘇格蘭的五間大學 在過去十五年接收來自中國相關機構 加上一千三百萬英鎊的資金 用來營運孔子學院 蘇格蘭十九間高等學院的代表機構 Universities Scotland就接受泰晤士報訪問 他們就說正在進行審查 確保孔子學院 符合學術自由和機構自主的要求 Universities Scotland的發言人就說 會與蘇格蘭政府和英國政府緊密及緊急合作 確保孔子學院的運作 愛丁堡大學校長 也是前港大校長馬斐森 上個月底就接受泰晤士報訪問 他就形容孔子學院並非安全威脅 形容孔子學院主要是一些小型學院 處理文化事務和對大學政策是沒有影響的 馬斐森又說 英國政府對蘇格蘭的孔子學院 沒有太大的管轄權 因為他們屬於蘇格蘭政府的權力管轄範圍 馬斐森質疑英國首相能不能將他的意見 強加於蘇格蘭政府身上 另外蘇格蘭政府內部也有聲音反對孔子學院 在星期二的國會辯論中 蘇格蘭民族黨的國務政策發言人 默克唐納就作出嚴厲的批評 認為蘇格蘭不能依賴中國資金 默克唐納批評 中國共產黨利用它所有的國際機構 來騷擾、威嚇和追蹤某些人 包括孔子學院都是被利用的 蘇格蘭保守黨教育政策發言人 兼蘇格蘭議會議員 郭薩爾就在推特批評 孔子學院危害學術自由和大學學界 蘇格蘭民族黨的官員需要儘快確認 中國政府透過孔子學院 在蘇格蘭學校得到的影響力 以及作出的撥款將會終結 而蘇格蘭政府發言人就說 期望所有大學理解和管理和國際合作 相關的明星、道德以及安全上的風險 蘇格蘭政府發言人又說 大學在進入新的國際合作前 需要做好適當的審查和監察現行的合作 檢視出現的問題 下一則新聞 英國新政府近日推翻前首席偉斯提出 將英國駐以色列大使館搬到耶路撒冷的想法 9月21日 時任首席偉斯在美國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期間 曾與以色列總理拉皮德說 英國政府目前正在檢討 英國駐以色列領事館的所在地 以色列總理拉皮德在與卓偉斯會面之後 就在Twitter說 感謝卓偉斯考慮搬遷英國駐以色列領事館 不過當時就激起巴勒斯坦人強烈反對 不過卓偉斯擔任手上不夠兩個月就下台 現在新的手上新衛城的發言人 最近就跟記者說 沒有計劃將英國駐以色列大使館搬到特拉維夫 其實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任內都作出過爭議性的決定 將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搬到耶路撒冷 導致2018年5月 加劇以色列維安部隊和巴勒斯坦抗議人士流血衝突 今集的節目時間又來到尾聲 最後呼籲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兼施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 Patreon頻道 月費贊助我們 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